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进行了分块PC特征的提取 并转为航向量构建斜方差矩阵 接着又用MATLAB软件求取矩阵特征值 与特征向量建立分块矩空间 他们将猕猴照片转化为一维向量 并对向量进行夹角余弦分析 结果发现有血缘关系的猕猴长得更像 为了表彰这项研究的严谨性 我们决定为其颁发波罗科学奖医学生物奖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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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